今天来做一个VERTEC 弹跳测试器的开箱 上去 快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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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进去吗 好 超过一只米饿了 嗯 咳咳 我只會坐 哇 有空的空間 你會自身很自然 这跟庄家剧差不多 跟一家庄家剧差不多 就拿一堆我洗衣服卡扎的那些 简单 好 总算有一个正常的 我是不是自己服装吗 这个其实有个大点身后座的东西 这一般是可以特别舒服的 哇 OK 这就是旅 哈喽 大家好 刚刚结束了今天的训练 看不太出来这汗 但其实整累了 刚刚练完 然后这个一直有很多朋友私信我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家附近没有健身房啊 或者学校去健身房不太方便怎么办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 你在家就能完成的一些 就能完成的一些简单的 跳跃性的动作 能增强你的爆发力 弹跳力和神经 但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谁告诉你 你在家就能练出弹跳力 在家就能练出爆发力 不用负重 不用这个哑铃杠铃 一定是骗你的 这些更多的时候可以作为 比如说你出去出差 或者说你这个放假在家 回家就两天 实在懒得找健身房 你可以在家就是简单凑合这么练一下 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些训练 就是穿插到你日常的训练中 力量训练当中 但是如果谁告诉你 就是只练这个就能练出这个爆发力 和身体素数来 他一定骗你的 力量训练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些训练 你平常也可以经常多做一做 能提高这个你的神经 除了咱们提高自己的力量以外 咱们要提高神经 还能提高一些肌肉弹性 虽然我现在在健身房 但是咱们就假设 就是咱们不用任何器械来练 第一个先教你们一个就是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比较好 但是可以叫跪起吧 就是跪着 然后用腰的力量把自己带起来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只需要一个垫 就只需要这么一个垫 你要没有垫的话 其实你在家拿点 然后后衣服垫一下也可以 所以这个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的 额外准备的东西 然后就像这样 先跪在毯子上 然后就是脚背 一定要把脚背压下去 不要拿脚尖去蹬底 就是纯用腰的力量 把自己带下来 让自己直腿落地 那样会更难一点 我还不太喜欢 但是说不定有就是 爆发力很好 总觉得可以做到 那样的话就越来越难 就尝试 就把自己往高了带 越来越高 然后争取直腿落地 那样就更难一些 好 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 左右的单腿跳 但是你这个要尽量的跳得越远越好 就是左右跨的这个幅度越大越好 我现在这个舞伏机这个伤势还没好 所以就是也跳不了特别远 但是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左右 然后尽量跨的越远 这个也是在家的可以完成 但前天你得穿双鞋 穿双这个稍微色一点的训练的鞋 你别一下滑倒了 把脚崴了 那个就得不偿失了 然后下一个动作 其实是一个超等长训练 就是你真正需要的 只需要一把椅子 我在这就用这个跳箱来代替 但是其实一样 就是在家你就拿个椅子 然后站上去 然后往下跳 然后在落地最短的时间内再重新爆发 然后可以自己摸一个高 这样的话可以 其实这就是最早的超等长了 最早俄罗斯人发明超等长训练的时候 最早运用在田径运动员上就是这么练的 而且那会他们都不是椅子 就是拿那个握推的板凳 就直接拿板凳来跳 跳下来然后全力摸一个高 所以这个很简单 你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练 这个也是就是我的轻轻随便跳了几个 因为伤也没好 大概意思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效果比较好的动作 是一个非常简易的超等长训练 然后下一个动作 其实你也是只需要一把椅子 是一个单腿的动作 就是你一条腿放在这个椅子上 然后从下往上爆发 然后落下来的时候换另外一条腿 这个非常简单 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 下一个动作咱们来做一个弓箭步的跳 其实就是左右弓箭步交叉换腿的这种往上跳 这个动作比较简单 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动作 好了 这个就是我总结出来的非常有效的五个 不需要任何东西 不需要任何训练器材 你在家就可以做的动作 所以可以尽快把它们加到你的训练计划里边去 其实在家或者说就是不需要任何器材 能练的这种神经性的训练 或者这肌肉弹性的训练 还有很多 但是我在这就是先简单给你们讲 五种比较好完成的 然后其实后边还有很多 可以慢慢教给你们 但是想练出来好的这个爆发力 还是要去力量访 在家是不能练出来的 天亮 在家是很远的 在家里转捕 有点 在家里转捕 在家里转捕